杜拜的大型工程项目是源源不絕 鉴于本土人富有 市场又需求大量的劳工 大批中国劳工就找到这个以为是大好的机会 勇往当地 投身蓬佩的建筑业 梦想赚多点钱回国 李靖涛出国之前已经是一位基督徒 他知识不多 靠着单纯的信心 以求神去过日子 我现在国内赠钱也赠不了多少 到国外来总而言之比国内要赠一点 出国的目的主要就是想一出国打工 再一个目的就是说 借助这个机会出去旅游旅游 20年前已经离开家园 不停到外地打工的大理石安装工人顾德兵 也都辰转来到杜拜 但是我们在这边也签着也要花到五千块钱地纳 他是从我们的那个工资上扣的 就是不价有的那个公司他们也去 在中国有很多中间我都看到碰到好多人 花几万块钱在这里来的工作没有着漏 住阿拉伯公司的时候 他随时黑扣你工资 他可以扣起你的薪金半年 他都可以不给你的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他扣你薪金半年 但是你的签证只要留一个月 那很多时候你追踪工资各方面会有一个困难 其实这里有很多中国的劳工在这里 他们很需要人去帮 因为他们过来这里他们很惨 他们的生活很惨 就是我们所想象不到他们住一些劳工宿舍 好像一些集中营那样 他们的工作就是 之后早七点几钟或六点几钟就起床 然后一辆车车去他们工作的地方 做十几个钟头 然后就晚上车他们回来 然后睡觉 第二天又再出去做个日复日 念复念那样 所以说到这边来的时候 我们也在痛苦中挣扎 是不是在这边待下去呢 是不是开始回家呢 我们就要自己也做无法偷 就要祷告 就要祷告祖 在杜白的两年一面 他再次经历信仰的奇妙 就是在于是我们来刚刚三个月的时候 我就就是我们班族要选一个班长 结果选的时候不是选我 后来第二次选班长 出乎我意料之外就选我了 上个月后来公司决定要选两个工长 工长为祷告祖 我能在这边亲人里 就能够有机会 都在这边年龄 我就打网 结果真的选一个公司 一个地里选两个工长 有我一个 我们就是到这边来 就是趋势在那里 真的 什么事情我们把一切烦恼 一起什么工长的事情 搞工长的重担 完全叫他合作 那么实在经历神之后 李静涛原先来杜白 赚钱的目标也有所改变了 近来我是在这边边打工边学习 学习怎么样去传福音 以后回家 我因为我们家里边 去发现我们自己传福音的人 我要回去要把这个福音 管成我们那里 我是一个独生子 从小就是娇生惯养的 就是说 没有从小没下过什么样的苦的利 就是说要钱吧 就是说要个三千五千的 父母就是说从来没拘留 也不管我是用到何处 不管我干什么去 但是不过问 反正就是说吃喝嫖毒吧 在以前就是说 我从17岁当兵 那个时候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说 坏事都接触了 李静涛还有一段日子 才回家 但是已经在杜拜 实践了他的梦想 张福音传给他所认识的工友 令到其他人的生命 也得到力量和喜乐 我们组织中学会忍让 要有一个清晨的心 反正都不要跟人太自 都要好像要吵架什么的 我们心中有一个喜乐的生活 平时我们的干活什么 我有一个喜乐都很快乐 我虽然没有赚到钱 我的家庭有足够的保守 能够平安保满幸福 就连成为浪子的阿孙 也都浪子回头 而且还有很大改变 杜拜虽然传奇 但就避不过09年的金融风暴 深陷债务危机 很多建筑项目都受影响 任职基电工程经理的阿孙 亦都不能幸免被解雇 他还未找到工 按例一个月之内就要离境 他又买了车 租租一年的中屋钱 到底神有没有帮他呢? 都会觉得主有安排 当我没有一份工的时候 主亦都与此同时安排 我太太有份工 给我日常的开支 都不会有问题 从而安排我慢慢再找工 回到教会多 听到耶稣的道理多的时候 导人接物、处事各方面 亦都开始被以前宽松了 希望可以继续留在教会 帮到这帮中国的内地劳工 令到他们可以在心灵上觉得 原来除了做事之外 还有一些人是关心他们的 关心他们有什么需要 关心他们有没有朋友 他们心灵上的需要 都希望可以做多些事